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就会在对方面前暴露出越多自己的缺点 难免会因此产生不爱的错觉 但真正让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 从来不是那些麻烦 而是遇到麻烦的时候 能不能好好地沟通 轻盈 因为任何一段感情都是需要经营的 想要长久的关系 起码要做到下面这三点 第一 爱是不能被比较的 以前我看过一个无尊的采访 主持人问他 在感情当中的保鲜密集是什么 他说 其实感情是没有保鲜这么一说的 感情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明白 爱情这个东西是不能比较的 一比较 就变了味道 我们经常会羡慕别人的爱情 羡慕别人家的男朋友浪漫 体贴 羡慕别人的女朋友漂亮 懂事 基于这些羡慕 就总会在无意之间给自己的另一半 定下许多规矩 希望对方能变成一个符合期待的人 希望另一半能让自己在与朋友交谈的时候 赚足面子 当然 在感情中会对另一半有期待无可厚非 但如果这种期待变得过于沉重 甚至脱离了两个人的感情实际状况 就会变成负担 人生的所有痛苦 都是因为过于期待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感情也一样 爱情的样子是不需要被定义的 幸福与否也不需要从别人的评价里去寻找答案 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珍惜 欣赏对方的优点 也接纳他身上的毛病 第二点 婚姻里要讲一些江湖意气 最近在看我家小两口 节目里的盐一宽总是在家人 盲成一团石置身室外 连杜若曦自己都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两个人觉得没有办法再过下去了 还以为就要到此为止了 但是最终 他们都没有放开对方的手 关于两个人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 杜若曦在节目里说 婚姻 需要讲江湖意气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有时候生活的烂摊子 会让我们误以为离开这个人 我们就能够避开那些生活的刁难 可事实上 婚姻里的问题总是大同小异 逃避 不是解决的办法 毕书敏说 婚姻是需要忍耐的 长久的 持续的 充满了定律的忍耐 忍耐 就是杜若曦所说的江湖意气 她不是毫无原则的妥协让步 而是将会我们 在感情遇到考验的时候 憋激着逃避 你要永远明白 在感情当中 不是你对战她 而是你和她 一起对战生活 爱情 是一时心动 婚姻是日久天长 当生活的鸡毛蒜皮 让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 不要着急后退 不要着急躲开 只有对一个人 有长久的耐心和温柔 你们才会有一直走下去的可能 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完美的爱人 因为你 就不是那个完美的爱人 那何必 要要求对方完美呢 三 好的爱情 是在婚姻里恋爱 现在很多年轻人提起结婚 就避之不及 我身边甚至有朋友说 只有不结婚 才能留出恋爱的感觉 我想起之前朗读者中的 鲜花山谷夫妇 周晓琳和殷杰 1986年 在北京读医学的殷杰 和她的同学去四川游玩 并因此 解释了给他们当导游的周晓琳 之后的五年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感情也越来越深 后来 周晓琳直接带着开好的结婚证明 和一张单程火车票 去北京 向殷杰求婚 两个人自此 就正式成为了夫妻 但他们的爱情 并没有被婚姻生活做磨灭 相反 他们把平淡的生活 过得比恋爱时还要甜蜜 因为殷杰想要一个带花园 她就和殷杰 定居在鲜花山谷 有人问他们 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 有什么维系感情的秘诀 妻子殷杰说 我们一直都在谈恋爱 二十多年来 我们一直延续着我们之间的一个游戏 互相给对方写一些文字 或者诗歌 很多人害怕婚姻 怕的根本不是婚姻这个形式 大家怕的是爱情 会被漫长平淡的婚姻生活磨平 怕的是婚姻这个契约一旦达成 就会失去被爱的资格 周国平在守望的距离里说 好的爱情是两颗心灵之间 不断相互追求和吸引的过程 这个过程 不应该因为结婚而终结 曾经觉得爱一个人 只要有一腔赤诚就够了 现在才懂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感情都需要经营 小到一周一饭 达到人生三观 余生漫长 两个人在一起 总免不了磕磕碰碰 斗嘴争吵 但重要的是 你心里要明白 那个人 是吵不散的 你心里要不散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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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